好 十二主播 維尼持續鎖定在巴黎奧運 羽球館上的最新消息 來看到我們現在就是在羽球館外 哇 在這邊剛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緊張 全場都在歡呼 林洋沛將士用命啊 在經過了激烈的敖戰 最後2比1擊敗了中國組合 哇 真的是太解氣了 我們台灣人真的沒在操作 你敢弄了 這場比賽在第一局的時候 其實林洋沛是展現了比較好的壓制力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21比17拿了下來 但在第二回合的時候 遭到對方在前場的不斷調動 所以在第二局的時候 我們是拱手讓出 贊成了1比1平手 各位觀眾朋友 故意觀眾朋友 相信在巴黎的現場 還有在台北車站 還有在大螢幕 小螢幕 電視機前面看電視的 你們都跟我們一樣緊張 因為在第三局一度的是你來我往 甚至我們還是2分落後給對手 但是在後來打到後半段的時候 我們連取4分 一度是取得的有兩個金牌賽末點 來到了20比18的這個階段 這個時候中國隊馬上又追回一球 好緊張 為什麼 因為如果再打到20比20就要來到第50 這變數就很多了 不過沒有關係 林洋配完全沒得緊張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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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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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金門來的孩子 還有我們這個台北市 這個林洋真是太厲害了 最後頂住壓力 拿下了這關鍵的1分 21比19 最後2比1擊敗了中國組合 也創下了在奧運金牌 羽球男子雙打史無前例的金牌 2連霸 過去南韓隊跟中國隊曾經在奧運史上 連續兩屆打進到了金牌戰 但是很可惜 他們都沒有拿到連續兩屆金牌 這一次林洋配拿到兩面金牌 這不只是創下他們個人的記錄 也創下了在奧運史上 唯一遺族組合 在男子雙打拿下了金牌 而且大家可以想像嗎 林洋配其實在冬奧奪金之後 是歷經了很長的一段低潮 甚至很多公開賽 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但是在去年日本公開賽 拿到金牌之後 現階段回到了巴黎賽場 其實坦白說 在來之前沒有太有人看好 因為第一個分配到死亡之組 這個組合基本上都排名世界前十 第二個還要多打一場 其實沒有關係多打一場 反而讓林洋把狀態調到更好 在這個勝利拿下來之後 全場國人都感動到快哭了 我們在現場每一位採訪朋友 我們在現場每一位的中華隊 對職員都感到非常的開心 這也是中華隊本屆巴黎奧運的第一金 創紀錄王啟齡爸爸也樂開懷 我們道道地地本土台灣所培養出來的兩位選手 是我們台灣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一個榮耀 其實王啟齡的爸爸是到台北車站大廳和大批民眾一起 透過大螢幕轉播跨海應援 當林洋配確定奪下金牌的那一刻 全場粉絲激動尖叫 甚至有人開心的抱在一起 總統賴清德也致電恭喜王啟齡的爸爸 全台上上下下都替林洋配感到驕傲 奧運男裝與球賽金牌戰 林洋配對上大會第一種子中國大陸組合以2比1獲勝 比賽非常膠著 一開局中國拿下第一分 林洋配靠著對手幾次失誤以及王啟齡反手攻擊得分 中國組合首次登上奧運略顯緊張 李洋和王啟齡則表現沉穩 林洋配出現失誤加上橘末發球又出問題 林洋配最後以21比17率先拿下首局 來到第二局中國組合展開反擊 將比數搬成6比6 下半局對岸組合全力追分 雙方一路打到18平 林洋配橘末以18比19遭反超 對手最後率先拿下21分 讓台灣直落二的期待落空 比賽進入第三局 雙邊打得難分難解 分數不斷拉扯 最後靠著王啟齡的揭發球回擊得分 雖然林洋配以11比10進入技術暫停 之後變12比12的平手 但台灣組合攻勢建猛 加上中國組合已經用盡挑戰機會 最後以21比19拿下關鍵第三局 以總局數2比1立刻中國隊成功衛免奧運南雙金牌 非常希望可以為台灣奪牌 那我們也會盡我們所能 然後大家的表現也都辛苦了 所以繼續努力 靠著沉著絕下的默契 林洋配金牌二連霸 林洋生涯畫下完美句點 也讓中華奧會會旗和會歌 響徹整個巴黎場冠 TVBS採訪團隊法國巴黎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